台北市大通區大橋頭外面 在昨天早上6點多 是發生了一起搶劫案件 當時一名女學生是站在路口 要等紅燈過馬路 只不過這個嫌犯眼見時機成熟 綠燈一輛是立刻騎著單車 把這一名女學生的手機給搶走 女學生當下是嚇得站在原地 而路人見狀是立刻報警 再您看一段當時畫面 你的權益還是跟妳做告知 妳可以保持從夢無趣 或被記者一直以為承受 可以懸念被護人 可以警察結果才有一支證據 而公聚警方調查 這一名游信嫌犯 他家住在新北市三重 他當時是騎乘腳踏車 過了台北橋後 來到了大通區這一邊 鎖定了這一名女學生 她是邊滑手機邊走路 也因此他鎖定好目標後 眼見這個綠燈一亮 是立刻是把他的手機給搶走 鎖性在轄區警方的攔鞋圍伏下 把他這個嫌犯壓制逮捕 而根據了解這一名嫌犯 有多像的前科 甚至在案發前一天 才因為通緝被抓到 這回也依傷害最嫌 竊盜最嫌依法崇拜